一块钱的瘦肉七只福建特产巴拉鱼教你没吃够的做法 味道鲜美 下饭下酒都超级的好吃 首先准备一块猪梅花肉剁成肉末 倒入一勺地瓜粉使肉更滑嫩 然后混合在一起剁碎放盘子里用勺子抹平整 再准备这种福建特产巴拉鱼去头去骨去内脏的 新鲜晒干的平吃好每一只都很大个 倒入清水温柔的洗一洗铺在肉末的上面 不加盐不加水放几根姜丝去腥 然后放入蒸锅里水开上去中火蒸8分钟 出锅倒入一勺生抽撒入迷人的小葱花 再倒入一勺滚烫的热油激化出香味 这样巴拉鱼蒸肉饼就做好了 肉有鱼香味 鱼有肉鲜味下饭下酒超好吃